好 刚才我们讲了一道难度比较大的题 下面这道题我觉得难度比较中等 同学们可以回忆一下我刚才在怎么处理例二的 那你自己来试一试 看看你能不能把例三做出来 尽自己全力考虑一下视频暂停 好 差不多了 那么我觉得应该有一位同学还是可以做出来的 其实你如果思考同学 你应该发现这个题其实最难的地方还是什么呢 是不是还是在倒角 对吧 如同已知三角形ABD和三角形ACE都是直角三号形 且角ABD等于角ACE等于90度 在这儿是不是出现了两个直角三号形 结合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大家觉得这个题会考什么呢 斜边中线 是吧 会考斜边中线的话 那我觉得你应该会想到去取AD的终点吧 想到会去取AE的终点吧 对吧 然后你也会想到去连接B 这个地方我们假设它叫做P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假设它叫做Q 连接BP这个地方连接CQ 是吧 如果你这两条线没有连 那我觉得你今天学的不是特别好 脑子里面还是没有想法 你看到直角三角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不太好 一定要有想法 一定要有想法 来接着再往下呢 脚BAD和脚CAE这两个脚呢 现在他说它是相等的 那我干脆在这标一个α 这地方标一个α 其实你可以标一个脚一脚 但只不过它们相等 所以我标成α和α 连接DE取了一个DE的终点M 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终点了 我们这也有终点 这也有终点 什么想法呢 三个终点了 那一定是考什么呀 中位线 对吧 到底连累几个 我们可以连PQ 可以连PM 可以连接MQ 你看一看题目让你干什么 求证MB等于MC 我要证明BM等于MC啊 我一定要把BM和MC怎么办呢 放到三角形里边去 对吧 放到两个长得很像的三角形 你连接PQ有用吗 没用吧 你连接PM和MQ 是不是才有用 当我这样连接了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我已经把BM和MC 放到三角形里边了呢 而这两个三角形 长得还真有点像 是吧 那行了 目标非常明确 我们就是要求证三角形 BPM 全等于三角形 看一下啊 BPM 应该是我们的MQ MQ MQC MQC 这两个造型 它为什么全等呢 我说了 长度的关系非常好找 是不是因为在这有中微线 又有斜边中线 那一样的呀 我就干脆随便来一条吧 BP吧 BP 它是个斜边中线 它一定等于二分之一的什么呢 AD 是吧 它最好是等于我们的MQ 最好是等于我们的MQ BP等于二分之一AD 斜边中线 它和MQ相不相等呢 MQ等不等于二分之一AD呢 等于吧 因为M是终点 Q是终点 所以MQ是三角形 ADE的一条中微线 它就平行且等于底边的什么呢 一半 对吧 平行且等于底边的一半 一条边找到了 那这边也一样啊 我们还是从FQ开始吧 又有一个斜边中线 等于斜边一半 这次它等于二分之一的AE 它最好是等于我们的PM 是吧 最好是等于我们的MP吧 尽量对齐 好吧 尽量对齐 那其实就看MP等不等于二分之一AD MP等不等于二分DAE呢 是不是又是中微线 对吧 平行且等于底边的一半 自己想想 那是不是中微线啊 所以两个长度的关系很好找 而第三个长度是我们要证明的结论 那基本思路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要证明什么呢 它们的夹角 是不是要相等啊 那就是要证明 角一等于角二 角一等于角二 能不能证出角一等于角二呢 这又是这个题最麻烦的地方了 是不是开始要捣角了 对吧 所以像这种题里边 捣角往往是最难的 而中考里边 我觉得捣角也应该是几何题里边 相对来说非常有难度的一部分了 做不下去的要看一看 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没用上了 这两个α是不是没有用上 当你一个题做不下去的时候 你永远去找条件 干嘛告诉你这两个角相等 所以你是不是一定要角一角二 去跟这个α建立联系 对吧 那怎么来建立联系呢 我在这给大家标一个角 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角是多少 2α 我听到下边已经有同学说了 2α 非常好 这个思路很不错 其他就明白为什么是2α吗 原因是 PB 是不是等于PA的 所以在这是不是又有等一三小型 所以你一个直角三小型斜边中线连完了以后 往往会出等一三小型 而这个等一三小型呢 它的两个第一角是相等的 这个角是α 所以导致这个角是不是也是α 那么导致这个角 一个外角 等于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合 它是不是就2α 同样道理 这个角是不是也是2α呢 你有没有发现角一和角二的旁边 分别都出现了一个2α 那最好是角一加2α 是等于角二加2α的 就完了 而它们确实呢 相等 原因是它们都等于这个大角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其实角一加2α等于这个大角 是因为它们俩是同位角 这条线和这条线平行 中位线造成的 这条线和这条线也平行 所以角二加2α 是不是跟它也是同位角 其实我们的PMQA 是个平行四边形 这是个平行四边形 所以导致这儿 这儿分别构成同位角 那导致角一加2α 等于角二加2α 所以角一等于角二 那么SAS 已经正出这两个造型全等了 这两个边 是不是也就相等了 就这么一点小问题 小问题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几道题目 就先给同学们讲到这里 同学们可以简单的回忆一下 我们今天重点在讲什么呢 终点的四种用途 对吧 立体里边也都涉及到了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考虑用哪一种 出现什么样的条件 要去想哪一种等等 那么到下一讲 我们依然会讲这个终点 好吧 这几个题目 同学们还可以再消化一下 尤其是例二 我觉得有难度 那么同学们可以自己再做一遍 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个思路里顺 好 信涛哥等满分 同学们 我们下一讲 再见